首先我们的城市肯定会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对吧 我们就叫大漂亮城市 大家好,我是一鸣 前段时间因为搬家一直在忙 然后一直看别人玩游戏 突然我也发现当个市长感觉挺好的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我也要努力做一个好市长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首先咱们得有一片地 现在已经有一片地了 但是还得新建一些基础设施 引进一些外来人口 首先咱们开平香槟来庆祝一下 大漂亮城市 开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开的那个model 然后是无限金钱 因为第一次玩嘛 也不太会玩 我们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说 因为前段时间呢 我已经玩过一段时间了 就是说 咱们首要的任务 就是说 让他不亏钱 不亏钱就可以了 咱们的目标 就是让他不亏钱 然后呢 人口发展到50万以上 感谢大家的关注 别的话呢 咱也不会说 就开始第一步开始建设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游戏比较废脑子 如果说你没有下载那种很变态的model的话 其实要玩好一个游戏 确实挺困难的 首先我们要开始铺路了 这个是近的地方 想想怎么规划 这边的话就作为一个工业区 这边的话开始做市区 工业区 工业区靠近铁路嘛 到时候的话 把它搬到这边来 刚开始 而且我听说呢 很多 很多朋友呢 都说这个游戏呢 叫重房子游戏 我感觉挺像的 因为呢 做一些距离 又一个海关 Turner 做门 在东西 然后 基本上 我料理 我说他妈见了个寂寞啊 都没有地方能都没有地方能生产电啊 首先呢我们还要铺设管道 因为这些雕名啊都是要求很高的 他会给他会给你提各种各样的意见 不然你觉得我有雕名的小孩子 他们他们都以为我应该地融了 但你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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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ng 大致状态呢就这个样子了 呃大致的框架也建出来了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招商引资 哎就开始化区大块房子慢慢慢慢就动出来 不对啊 我 哎 咱们的程式开始通上电也通上水了 打快加速度 房子呢就慢慢种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下面这一截这就是咱们的负资产 每周呢都要赔3400多块 我们所要目的就是要把这这个钱都给他赚回来 没有趣 我好像把 我所谓的生态 还会让你们喝了 也要求比较高了 来 他们换一个工业区 前期呢工业区不需要太大 我感觉 就这么点大 差不多了 因为我之前玩了好几次啊 几乎都用不了多大地方 哎呀 眼看着这些雕迷慢慢入住 听塞呢 还得给他们可热规划地方 哎呀 收费站现在还没有办法建 得人口达到2800的时候才可以建收费站 这就是区域化的有点太大了 他们都找不到工人 他们区域化小一点 都找不到工人好可怜啊 开个工厂居然没有工人 哎 你说你们这些刁民为什么不来呢 啊 真是四通八达的地方啊 赶紧来入住啊 一共人不住 终于啊 咱们升级到了小村庄 可以建一些垃圾堆放的地方 小学啊 诊所啊 回收中心啊 社区学校啊 之类的 小学是必须得建的啊 不建小学的话 他们会说你那个各种各样的坏毛病 说你那个教育程度不足啊 什么的 这些刁民太难伺候了 然后有了小学以后啊 尽量每条街道上全部都要建好 能覆盖多少覆盖多少 还有诊所也要具备 不然的话这些刁民老生病 各种病 你偷过去 鞋子带得有提 真是 这边给你们安排一首音乐 不然的话 你们这些刁民生病了以后 没法自好 啊,我看一下,啊,就是有污染感,那在那边,哎,那不是河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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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边上, 还在中间,啊,我是有下了一些比较变态的东西,不然的话,照顾不过来。 这家伙已经垃圾堆积如山了 你们是造粪鸡吗 好多垃圾已经堆积如山了 好家伙 嗯看这个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这么多人 美人家 装满了这么快啊 你也装满了这么快啊 你们是造粪鸡吗 啊 过了个快快 刷等一下就会 井喷式的增长人口 咱们就可以建收费站 来收取刁民的钱 这就是这个地图 我把音量调了一下啊 我感觉音量有点大 哎 这个货升级了 都没有受过教育啊 你看 学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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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这种话就属于是 学校给你们安排那么多 你们为什么不去上学呢 啊 啊 他的小学 一百多个学生 这个小学里面才上了两个学生啊 我也真是福气了 这个呢就是他房屋要求的需求量 高主宅 低伤眼球 好了 我们给你规划区域 来吧 做房子 哎 又慢 这人啊慢慢慢慢就开始变多了 嗯 慢慢慢慢就开始变多了 人多了以后的话 他就对这个工作岗位啊 或者是商业需求啊 他都会开始慢慢变高 这个的话其实先不用管他 因为他很多都会要求你那个工人的话 都会有要求 比如说一些学历啊之类的 对吧 咱们先熬也熬他 把那种低等级的人呢都熬走 然后等这个高数字的人才来了以后 来再开始扩建 这个是目前来说我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边都是工业区 所以说呢 这边都是污染很严重 树都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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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的村庄 哎 咱们现在变成村庄了啊 都有一些独有的建筑物啊 或者是警察服务都开始有了 农业特居 林业特居 可以的可以的 哎 有一个叫陈如的 嘿嘿 有个叫陈如的说市长 爱的市长不辞辛劳的工作 使得现在的地方行政机构已通过 通过了允许扩建城市的法案 附属地啊 意思咱们可以买第二块地皮了 嗯 我的想法呢 是先往这边进 先把这个海边这一片这边呢 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发达的商业区来发展工业区呢 放在这边 像些学校啊 放这边 上面放动物园之类的 对吧 慢慢来吧 哦 这边有石油资源 哦 我看一下 资源是哪个 资源 自然资源 啊 这一票有石油资源 哇 厉害了 还有矿产 这边是矿产 沃土 森林 可以哦 先把这边拿下 嗯 红色的这些呢 就是说代表消防等级都非常高 咱们呢要多见几个消防区 让我们让我们的刁民呢 安心一点 哎 消防局有了警察局也给他安排他 安排的明明白白 这边 孤独寂寞的刁民 还得有一些休闲娱乐的东西 这些东西还都没有 慢慢来吧 这些刁民说城市棒极了 接下来就开始发展 别的点 这边的话 我就准备都发展成 那个住宅局 这边来找一个 这边就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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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會 Du呢? 不! 不? 我们的城市已经出具规模了 超高的住宅需求 现在就咱们就开始种房子了 人口呢 已经达到了1500 咱们已经变成了小城镇 现在呢 就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咱们开始就可以建很多东西了 各种各样的东西 开始霍霍吧 有了住宅需求呢 还要注重一下教育 对吧 小学 安排上 一条街道一个 一条街道一个 这绿色呢 就是说它可以覆盖到的地方 这就相当于咱们所说的什么什么街道小学 什么什么街道小学 就是这个意思 太飞劲了 中学呢 也给它安排上 你看这些地方啊 他们都没有上过中学 中学的话就得离稍微远一点 他们都覆盖到就可以了 水的话 还得给它 刁民喲 快点 快点 说的住宅区要求不大 但是 但是呢 他人口还在疯狂增长啊 你可以看到街道上这么多小汽车 走过来走去走过来走去 哎 有人丢钱包了 他家人丢钱包了 看到这些店里啊 就是说 意思是他们现在还没有电 这个电网啊 都是得从这边它自己拉过去 拉条线 慢慢通上电 OK 后期等这些地方都入满 以后呢 这个是都可以拆掉的 有商业需求 这个工业需求 从来没见过它有需求 我玩了好几次啊 最多也就 这么两六 就算没有增长过 对于一个现代化车车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靠近口 还有什么呢 两元电 哈哈 哎呦 哎呦 现在有带安全门的小型储物空间出租 就租房子啊 这边的房子都慢慢起来了 这边的房子都慢慢起来了 可以看到这些人都现在都没有什么娱乐 给他们加点什么娱乐设施 现在应该是小孩比较多 哎呦 现在我们就开心了 慢慢来 慢慢来 你给电脑别东西 转转木板 小心 慢慢来 慢慢来 转积广播 现在是所有地方都不开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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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垃圾啊 看 是不是要是焚烧工厂呢 为什么他不处理呢 我会有什么人 我可不可以 那是什么我 那么你 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是什么 是储存的垃圾满了吗 它不是焚烧吗 为什么不烧啊 我们的城市最富有吸引力的一个城市 啊这个刁民 开始画房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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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